好 歡迎回到第二節的動脈 我們主持雪嶺 贏者 星耀夢 韓馬仔 我們上次講過L的L0 阿佛龍 包子 我們今天講的就是這個 WS 卡 固然 WS 卡的話 其實最大的特色 一定是加入了 將所有的 ACG 裡面的一些角色 全部導入到卡片裡面 這件事也是因為這樣 而真的是近年來興起得最快的卡片 我相信應該是 其實以角色為主 這些卡片 都不是他首創的 前身有其他廠出的 Project R 曾經也有以Gail Game 廠為主的 就是 Silverblades 廠做的 Lizette 都有推出過這類型的卡片 或者他同期的 不過有一隻就沒有他那麼 因為他始終打Karls的卡片 主要他都是打Gail Game Gail Game 還有他都是比較打電子遊戲裡面的玩法 所以實體卡就沒有 WS 卡去到那麼強的 因為 WS 卡 另外重點就是 當然你說其他系列的 固然好像之前包子所講的 有那麼多系列 包含的系列不夠他那麼多 這個就等於我們玩機械人大戰裡面的道理一樣 你不夠作品的話 是不能夠帶起一個熱潮的 應該說他選取作品那樣東西是正確的 其實 Lizette 的作品量都很高 真的很高 那沒辦法 那 Lizette 始終是Gail Game Gail Game 少重點 那 WS 卡也有動畫 什麼遊戲都有 甚至其實他的範圍大總化一些 是你叫人不玩的 Gail Game 是啊 他也有說我有Police 他有接觸過的 聽說 他有接觸過 WS 他被人初體驗教學過的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我教他 WS 卡最大的主題就是 每一種卡 他都是以一套動畫為主題 不一定動畫 作品 也有ACG作品 看看他是什麼 或者有時候 我記得好像Naloha 有些是畫家不同了 有另一個版本 但是整個遊戲裡面 他有什麼特別不同的地方 ACG是其中一個賣點 但是始終他本格來說 他是一隻卡遊戲 始終就是說 在 WS 卡之前 你說很多不同的 在卡遊戲裡面 大家都看到大大小小的 一些所謂的角色卡 純粹是一些收集系的卡 但是 WS 式就加入了這個遊戲元素 但是遊戲元素 是哪方面吸引到呢 其實 但是 WS 即是不要說WS 其實沒有試過這間公司 即是WS的原廠商 其實他製作卡遊戲方面 是很喜歡用自己的DAD 來做一個生命值的Encounter 即是簡單來說 即是計數器 就不像遊戲王 要另外做多個數值出來 8000血 他就不是的 隨著你受到的傷害 那你由你附牌 吸引自己的DAD 做Encounter給你看 即是換句話說 滑到底 沒得滑 那你就會輸 不會輸 不會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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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到的條件 他就把兩者合在一起 變成他自己的獨特系統 還有他是少有 會把墳和卡組 會把整體的遊戲 還有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的Cancel系統 沒有了Cancel系統 其實這個遊戲 不是因為有了Cancel系統 你會令遊戲可以平衡 尤其是你那些人多厲害 只要我運氣好的話 我都可以擋你攻擊 你不是說Climax Card嗎 對 你多大傷害 我運氣好我都可以擋你 然後人不及你打 我自殺撞死你 你擋不到 你都可以輸 我就是最不喜歡這個系統 對 其實這遊戲沒有所謂 必勝或者必敗那種方法 當然另外有些人會創出這些問題 即是否比起其他的Cancel系統 運氣元素就會重一點 相對來說是比較重的 另外就是 可以 其實我覺得可以說少少 因為我剛剛其實玩過一代 我買了Nanoha的SATA 我跟朋友玩 你問是最舊的還是 最舊的還是 最舊的 我記得是SS 那是比較慘 對 那是SS 首先要說 也要說一下 我覺得他有點惡德 他裡面是沒有Level 3的 對 有些Starpa是沒有Level 3的 對 然後看著我對家很爽的 拿著不知什麼卡 Level 3 他又是Starpa SATA這麼惡德搞到 不是那個初代來的 舊世代 前三個Generation 左右 不是 新世代是沒有三個卡 即是AS也是沒有三個卡 即是 那是很慘情的 不知有很多賭 我忘記了 然後之後 一滾這樣 KIMAX 不用打 然後別人打 我就滾到尾尾才中 然後就很不開心 剛才說到 比較注重運氣元素 那其實 有什麼吸引到幾位 會去選擇 因為卡遊戲 其實很重要的一件事 其實都是 要怎樣將一個 因為抽牌本身始終 已經是一個運氣元素在裡面 但如果最要加起來 就是說 取勝方面都要運氣元素 其實 都比較有為 傳統的KIMAX 就是 他們的重點就是 怎樣將這個 隨機元素壓到最低 而令到我可以 在最快 最穩定的手段裏面 拿到我想要的卡 去取勝對手 那其實 WX如果他沒有這個元素 但他吸引在什麼地方 他好像相反就是 將技術成分降低了 技術成分都有的 就是怎樣將你自己 將你自己 比Crimacy count高 怎樣壓縮你 以負責 濕度裡面最多都是Crimacy 你就可以 計算一下 你的Crimacy card 究竟在哪裡 你究竟那一下 要丟多少度 你怎樣平均分配的招 其實我有一個問題想問 專業一些玩家 你明明有得可以打很高度數 你可以不打 其實你應該 有得打很高度數的時候 應該一下子坐死它 還是每次都要輕一點 就算 就算一下對面的分子 有多少塊米糞 如果是最重要的 對的 如果多的話 你就可以試試駁一下 大力的 如果對面很少塊米糞 你可以試試有個 叫做Sider 減去別人的 level 讓你的勢力快一點 讓他自己進不到 其實怎樣說好呢 WX這遊戲 雖然運氣成分佔很重 但你控制到的依然很多 怎樣可以 在運氣很高的情況下 再壓低一點 就是我盡量壓到自己 我知道自己會下一波有什麼 這個情況 我覺得是 The Pressy好玩的地方 有時候 就算你運氣不好 你壓到最低 人家運氣很好 你都有取勝的機會 你不是一定說輸 那The Pressy沒有說一定輸一定贏 其實我自己 我都有買過兩袋的卡 我買的就是Personal系列 Personal 3和Personal 4系列 我買過那兩套 我都是因為作品問題 我去買這套卡回來 這套也挺漂亮 我是買 因為這樣去買這套卡回來試玩 當然我是死得很慘的 我可以說死得我無人玩 但客觀而言 剛才說打傷害的那個位置 其實幾巧一個功夫 就是 會看完就是 究竟山閘那個位置 剩下多少個獎 因為 我覺得有一個很特別的概念 就是 我叫佛武 一樣 繼續 區裡面的牌子 就會駛回山閘裡面 而這一個位置會很影響 就是所謂Crimus 會重新再出現在你的卡爹 是非常危險的一件事 我覺得 我一開始看的時候 最特別的 就是 這個我是要計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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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太貪 打到他 可以洗牌 我一開始就 我這個 伸手的角度去看 這個技巧的東西 我覺得其實這方面都幾特別的 其實是 雪靈的時候我想到 一些人是 玩這個遊戲 是會很棒的 肯定會贏 懂得洗牌的那些 哈哈哈哈 這個一開始 我知道我已經玩完了 我看完Googlebook之後 第一個感覺就是你這個感覺 是的 的確是 洗牌搭來說 據說是有人試過 洗牌搭去贏出比賽的 但是洗牌搭的人 對手不是可以切你的牌子嗎 不是 他是洗別人的牌搭 哦 他是洗別人的牌搭 交換洗 大家交換洗 他就洗到他 褲爹不行了 這樣自己說 都不是應該不關事嗎 你看不到你的牌子 不是 所以他 所以就去炒你的技術 哈哈 洗牌搭 我不會稱為這個是技術 我稱為這個叫感覺 不是必殺技 不是 對呀 對呀 可以看完你的牌子 記到大會的位置 之後可以洗完卡牌子 黏在一塊 你說完三次之後 你可以抓完卡牌子上手 之後再打你的話 你就很happy 然後就一直吃釘 吃釘 那麼有 即是他還要不是踏底 而是踏面 還要再恨勿一點 對呀 踏面的話你就快去敗 這是奸招來的 你人都沒得打 你整個手都是climax 他是不是 這些是不是上了大陸那些 那些老癡課程 三千多元 學過的 看他的樣子 看他的樣子 那反過來 是不是可以令到自己 平均來說褲爹 五十支 的確是 每十支 平均每十支 就有一支climax 那你就很容易可以cancel 例如你看完那份 或者看完褲爹 我一定不會跟這些人玩啤牌 哈哈哈哈 這個也是 或者我們不要說這些 比較接近出貓的技術 對呀 那說回卡片 就是剛才說到 大家選擇這個卡片的原因 有一部份都一定會是 關於作品的事 其實一定會 就像我這樣 我是因為personality 我就先會去 僅使買了兩袋 我想大部份人都是因為動畫 而去玩這些卡片的 嗯 大部份計都是動畫 這裏沒什麼人 早期玩 那WSE早期來算 因為有線有播這個 魔法少女內頁 基本上大部份玩家 都是玩這個 所謂的內頁卡組 內頁正行 你看到比賽 通常都有八九虎都是 給內頁的 多少虎有八九虎 十虎左右 十虎有八九虎 基本上大部份都是 沒辦法 因為它在香港熱潮輕度 多年看過我的冠軍帝 都是 頭三虎都是內頁的 幾虎 據說有一次世界比賽 不是世界比賽 香港區的比賽 是非特打內頁的 是上兩年 對 上兩年 很多時候 就要追代 無論我們上一集說的遊戲 追卡的成分是很高的 但WSE其實是反了這個傳統的 你不是太需要 去把每一代卡都追完 就去做 反而你是真的說 你喜歡 真的很ACG 像這樣說 愛 而去買卡 其實WSE有一個傳統說法 就是你又愛你就會贏 是 傳統說法 愛可以拯救世界 即是 其實是一副所謂的老婆 爹 其實這個是假象 應該這麼說 你投身得進來 你都是一個ACG迷 它總會出一些 你會買的系列 不過我想問 會不會每個不同的作品 其實那個攻擊值 或者防守值 會是有不同的 會的 會的 每個Title 都有自己的特性 即是不會說 你很全面都可以 要很全面都可以 多數都是出過第二次 出過第三次 補完會才會很厲害 其實 它的所謂Power值的定量 是看你的效果 你有效果多的話 你的Power值就會低 通常內頁的Power值會高些 例如 內頁比較低 不會是比較低 因為它的特殊 特殊效果的Power值會提高 講到這個位置 其實應該要講一講 就是WX裡面 其實都有分顏色卡 即它的顏色 代表它們的不同種類 或者大家可以介紹一下 不同顏色代表它的特質 WX就分為四種顏色 有分同色 藍色 黃色和綠色 每副色 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打法 大部分都是 不管哪種系列都好 紅色 它有方法回收 它可以把份的角色 回到自己手 還有有時有些卡 會除去到 例如 我可以把人 可以彈回到這個面 之後打傷 你個人就會下去 去傷害 還有它會給予直接傷害 它就不是靠人打 它可以另外給你傷害 然後藍色就會傾向是 抓牌突化 回復 還有 即是回血 基本上只有藍色才可以回血 即是防守和對手 會比較高攻 對 黃色呢 黃色多數就是自攻 比較高攻 黃色 那時候我買這個題 黃色 我買Personal 那時候我的朋友 很反對 我這樣做 很難用 不是 Persona 其實楊介 是很好用的 很厲害 我們再說一下 黃色的東西 另外就是 黃色還有一個特別 可以幫到自己的character 的soul值很大 即是可以吸引到 damage大一點 即是自身強化 即是自身強化 都是強化 一 turn 一 turn 會強化 即是可以一眼打 七双 一七叮 你吃了就升成叮 都可以 但會好像剛才那種情況 有個什麼 的確很易擋 對 好彩 你三張都打七双 你吃了一次 你就很傷 就是綠色 綠色 綠色就是 因為你Pay 即是你出個人 要付錢的 有時候綠色就是玩 操錢的 另外就是 他自己的power都傾向大 對 這裡我有個問題 其實我玩了不太多 例如說 紅黃藍木 我當作是兩個作品 我不認識的 兩個作品 大家都是同一種認識的 但會不會出來 他們大家的效果會比較接近 會有 有些效果 固定 基本上 都會有一些 基本能力一定有 例如 前面加工 這些基本上 都一定有 但可能有些特別效果 例如 說在舊系 寧依時魔 它最多 整副者最多就是集中 一個裡面特別的能力 整副者 都為了集中而揹 對 我想問你 就是 有沒有說 把卡沒有了 你不用Louise 就不行了 你一定用Louise 但有些可能說 第二個作品 有一個很相似的 很類似的效果 還是怎樣 有類似的效果 你有第二個選擇 很簡單 對 我們之前無商 都訪問過 Ws 就是 主辦單位 那邊 其實都有訪問 我都問了很多知識向的東西 其實在他們那邊 其實 Ws 卡 其實幾 我覺得 開發商那邊 其實 我經過自己看 其實幾傾向 就是 它一個系列 譬如 內頁 它其實是 以內頁 設計為考量 就是 基本上 你買齊內頁的卡 組的那套 基本上就是 那個形態 它已經 其實是導向了 每一套卡的 基本形態 究竟是怎樣 你只不過在裡面 再做微細的吊動 主要都會見 所以 其實 我開頭 訪問的時候 其實我都問過 星氏他們的 他們都會說 就是說 Ws 其實 買卡的方面 都比較出現 因為真的 我買 我自己所愛的角色 的卡 基本上就出現 可能需要 在外面 再收一些 相關的幾張卡 就可以 令到我的卡組 就成形 就是所謂的打角 打轉 你喜歡的角色 當然 在銷售上是相向的 這件事 但是 始終ACV角色 就是一輪輪的 有愛的東西 就是 我這季愛這個 我下一季就愛下一個 所以不是說 要看你的愛 你有愛 拼完褲 你應該會 協助你 你有沒有愛 那愛是可以博愛的 對 對 就是可以博愛的 這件事我不反對 就是另一個愛博 博到另一個愛 所以這點叫博愛 不是 你一個人可以愛很多角色 很多角色 你有那麼多愛 你有相應的金錢 對 我其實都有金錢的意味 買開卡的時候 我在卡普內外 或者一些店舖 打的人都比較多 就是 有WX卡開支之後 都越來越多 我已經看到 基本上我去到卡普 都僅有一兩個位置在 打的就是WX卡 其實已經是 我覺得那個流行性 現階段來說 在香港來說 幾乎是最高的 因為 其實 有人 不是負責 有人 都想 多些人玩 其實會 還有 你的WX交流 不只是卡 因為你裏面有ACG作品 你可以說 看完別人的褲子 是別人用內頁的 別人很喜歡 很明顯是喜歡內頁的 你自從套合 可以聊天 不只限於卡的內容 這個都是 其他卡 即遊戲王 你都很難說內容 真是不 不是的 可以說遊戲王 你都很難說 從你說遊戲王 你都很喜歡 我對海馬有愛 其實我對海馬有愛 其實我對海馬有愛 一般人喜歡 黑魔女 神英女郎 始終遊戲王 裡面的卡 女性角色 不算太多 只有那幾件 對 我想問 WX這個卡 多不多女生玩嗎 多不多 其實 比起其他來說 應該多 比起其他來說 是多一點 但也不是多 我相信 Base帶 推翻大 對 始終 人家都有戰過巴沙拉系列 的確 他是有戰過巴沙拉 那戰過巴沙拉的話 那女生有機會 會 都會 有些人 教完 都可能會玩一下 而且 前提 就是 剛才說的 最主要是 他不需要去看前代的卡 究竟是什麼 他只需要看自己本尊 所愛的角色 那套卡 就足夠了 這件事 其實是 我可以說是 所有卡鏡入門裡面 解決了一個最大的入門條件 就是 年資高就贏 這個世界上也是 嘩 如果有銀魂呢 我想 李聖相那邊 真的很多人會來玩一下卡 針一定不用 針一定不會放版權 這個有一個特點 有什麼道路的話就可以 其實習英聖放了版權 給Cardis那邊 即是病大 所謂的 我覺得他跟布施 我個人推察 他跟布施努度的關係 應該不會去到那個程度 這個的確 其實 講到布施努度 我自己看 我覺得他在香港 我雖然沒有什麼 怎麼玩 但我覺得他挺有心 去推這個卡鏡 因為 我看到他在C3 他也有整個BOOF 這樣搞 其實我也有幾次接觸過 他們相關的主辦單位 那邊 其實他們那邊 都很積極 即是無論 他們之後 另一隻卡鏡 《吸編戰鬥先導者》 那隻卡鏡 以及他們現在 WX 現在運行的 其實他們都很大力 在香港 去辦一些活動 或者是 都很鼓勵 其實說 自發性 去組織一些比賽 或者一些團隊 其實我看到 都 比起其他卡鏡的支援 應該是 WX是最多的 其實WX 支援的確 因為很多 真的是自願 他沒有收過工資 又不是卡鏡 想吸納股客 真的見過有自願團體 直接跟日本那邊聯絡 想自己交比賽 的確都有搞過 人流都算多 剛才說到 我們一定會說 有氣王 有碎閃 有密閃 密閃 WX卡 都不弱 在這方面 WX 大家都知道 他有很多動漫作品 動漫作品 當然是他的CV CV 自然會有他的簽 簽名 所謂的 簽名卡 簽名卡 去年代 所謂靈之閃魔的 丁宮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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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曾經上過1200元的高位 在說港幣 我看到的靈簽名卡 都好像1000元 下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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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踩上去 隨著越出越多 基本上現在每套都應該有簽名 基本上每套都一定有簽名 他們那些是新籍籍 還是印籍籍 反而直筆就見過 有人是真的試過拿到中島的直筆籍 雖然他是自己拿 通常那些都會是你拿張卡 或者是 用其他方法 直接找這個 聖優簽名 即是他的簽名會 拿張卡出來 他簽進去 是有見過 即是攻擊值家幾多 他表達了愛 純粹被披出來 精神性 精神性 精神來的 就是他被他死了 好耀眼 張卡直接發光 其實這些是 剛才都說的 閃的 這是一個氣勢上的 等於是你整套卡都是閃 或者整套卡都是簽名 在氣勢上你已經壓住了人 好燦眼 都說愛是這遊戲 你有愛就贏了 有愛 你愛的能力值有多高 你看看我有簽名卡 當然這個跟十里是沒有關係的 對 對 當然 除了簽名卡之外 有些所謂的 再下一級就叫SP 閃就是SP SR 對 再下有個位叫SP 但他沒有簽 他就磨砂面 磨砂是閃的 磨砂是不是RRR SP也是磨砂面 3R也是磨砂面 然後SP 舊時代SP 因為沒有簽 他就幫了個角色 把閃邊 也算不錯 然後去到3R就磨砂 純磨砂 然後到SR就純閃 之後就到普通RAID DoubleRAID 那些 都很多不同類型的閃 很多階級 最直顯都是簽的 對 最直顯都是簽的 那我問 我也有留意 那時候買卡 也有留意過 因為P4 我沒有抽過簽名卡 不好意思 很正常 我說P4的簽名卡 那些CV 是最罕有的 Polomate 一張都抽不到 放心 所以不需要問我 因為一箱裡面 只有1、2盒 最多2到3盒 會有簽的 其實很難簽 而且最重要的是 這些最重要的是什麼 手錦摸不到 沒有的嘛 是嗎 他直接簽名卡 在Booster裡面 不止的 連Starter都有簽名 不過Starter的簽名 就純簽名沒有簽 我以為他的簽名卡 是什麼特典 或者是什麼特別 才會出來 特別出的那些 是不會有閃 有閃的 不過不會有簽 有的 內頁Caston P4有閃過 有閃過 曾經 另外就是Dabrassi 初代其實曾經有出過英文版 是的 已經出過英文版 是的 剛才有位嘉賓 已經拿了一張卡 據說 就頭兩套 就是DC 和Little Butter 另外Hutside那邊 就有魔戒戰記 都出過英文版 這麼有出過英文版 想反攻外國市場 不過出完一次就亂了 都是很初代 還是 或者說回 武士導演公司 應該是一間 他很積極去拖延海外市場公司 所以他出 我相信他應該很想快些 出到外國的 但卡遊戲 其實可以提外 因為卡遊戲的市場 其實都很地區化 地區文化性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很難打破地區文化的格幕 尤其是ACG這方面 我反而覺得 拖延到有新加坡 你說如果 死神或者 One Piece下去的話 我或者覺得 都還有機會 在外市場裏面 都還可以佔有一席 但是 始終其他 可能 因為WSA比較多 文系的作品 在裏面 這方面 不是說 在外國市場 或者完全 主導性這麼大 是啊 大中華市場 或者 你最遠 你計算去台灣 那邊 你會賣得OK 但是你說 如果你要去新加坡 可能就會比較敏 因為新加坡 就算是你印英文卡 就好 其實 連K-ON去到新加坡 其實都不是一個很大的熱潮 所以你說 計算這些 如果一次推那麼多 Girl Game 其實行不行呢 我有些疑問 如果去到南亞地區的話 所以 其實 WSA只限於 在東南亞地區裏面 WSA 其實初代有出過 KOF 那些 其實我覺得 初代有個心 是想拓展到 但是 這個 始終是 卡鏈遊戲的其中一個鐵板 地區文化鐵板 是很難打得破 這件事 真的很難打得破 現在它應該是 漢語文化圈 哪裡文系文化 推廣到它 會是哪裡 就推廣 其實 所以 都比較東南亞向 其實 比起 之前說的遊戲 或者我們之後再說的 Magic 對 都會是 它的範圍會比較窄 但是 始終叫做什麼呢 Fans 剛才說 愛那個問題 就 令到 很多人買卡 或者風氣方面 其實是 比其他會更加 易烈的 另外就是 因為它是ACG作品的關係 我覺得 除了有玩家之外 其實 都多了一批收藏家 即是 有些人會特地 存籤 存閃 即是它未必是一個遊戲玩家 可能只是買卡 只是收一些籤閃 它覺得漂亮 所以就放在那裡 因為 放在那裡 覺得漂亮 收藏 即是當年收藏 好像當年的閃卡 他除了有動畫圖 其實也會有同仁圖 其實是畫師畫的圖 這個就是最值得收藏的地方 嘩 這樣是老子經的地獄 又是一個客 又是一個客 那個作品的一些粉絲 會因為這樣 而買 只是買那張卡 真的只是買那張卡 嗯 的確有人曾經宣言說 他要有100張籤 是有試過的 他還在努力 還是他會不會拿出來玩 不會 不會的 他放一本寶 然後放在那裡 不是放一件衣服 就這樣 就沒有問題了 大家看不到我的動作 但不要緊 這件事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另外 另外 WX裡面 其實我會比較 其中一個留意 就是 其實他出的密度 應該是所有卡遊戲裡面 才是困的 他出卡的更新密度 我沒有記錯 他會 每個月都有 每個月都有 是的 當時我都很奇怪 你怎樣 當然 我玩的時候 我就知道 他不需要怎樣去平衡 因為其實每一套 之間的關聯 要平衡 關聯性沒有那麼大 他的平衡難度 沒有那麼高 這件事是真的 還有效果有很多 都相似 是的 他只不過轉了 特殊能力的總稱 但是特殊能力的帽 是沒有變過的 其實就 不會影響平衡之下 他又可以出多色 但是 基本上當然你可以說 對一些 Hardcore的卡片遊戲玩家來說 會覺得 這樣玩 有機會會覺得是沒有這麼多 但是 我會覺得 他始終他秉承 WH是秉承的一件事 一無無無間 但是 我不需要花幾天 甚至兩三天去 咪本書 或者讓個人解釋給我 他怎樣玩 可能我還是未必明白怎樣玩 而WH的 好著重就是簡化 把所有東西 揀 不是 其實WH不算簡化 他在規則上 規則簡化 規則簡化 規則不是 規則簡化 最重要就是一個玩家 最重要就是 他最上手的東西 要知道整個遊戲是怎樣玩 才可以帶起他的興趣 再加上他的愛 誠意 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WH我覺得他的 rule 來計 我覺得複雜些 不過 其實應該這樣說 新手來說 即使出入去 你有贏的機會 始終因為他運氣 主度都高 所以新手進去 其實我都可以贏 我想用我自己心愛的角色去贏 其實這件事已經足夠吸收到 其實WH不是比較難 而是比較新穎 複雜 相比其他不同的卡遊戲 是比較新穎 因為WH是比較新穎 其實WH是比較新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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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WH有所謂的前鋒和後衛 我簡稱叫做前鋒和後衛 前鋒和後衛 前鋒和後衛 那裡的打法 其實你說 一般卡片遊戲 就沒有這個概念 我打你 打你 打你都不用摘日 我喜歡 我是要打你 你沒得比 他是有前衛 去保護後衛 這個概念 這個陣式的陣法 應該這樣說 你不是每個人的色 都打到人 你要放在後衛 做啦啦隊也好 那很正常 很簡單 在動畫裡面 經常一大群人走 最多人看什麼 最多是在後面站 或者在街雪 這樣說出來 嘩!好厲害啊 這一招 我自己看的感覺 他像是 每一隻卡遊戲的元素 都拿了一點 例如說 他有 有一個 Gundam War 六滴面的元素 然後有一個 AA 叫Coin Age 星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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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 可能有 Magic 分不同 其實很多卡遊戲 都有一個勢力元素 然後 遊戲王都有 還有概覆 不要忘記 他有拿了遊戲王的東西 但大家試一下 因為我太能好玩 我感覺上 每一隻卡遊戲 都拿了一些東西 這樣的感覺 如果你說遊戲王 其實他應該是把 Level的設定 即是把 召喚門鑑的位置 取作出來 轉化成 自己的 Level設定 你可以說 一個混合式 它是一種 即是說 你未升Level前 你不可以出Level3的卡 除非特殊情況 這方面 都會說 WX 自己創造 我覺得卡遊戲 就是 我不介意你用 同一套系統 但你怎樣去演化成 自己的系統 我覺得最重要 所以很多時候 很多卡遊戲 就是 出不了名的卡遊戲 最主要的東西 就是因為 它真的抄到足 抄到足就是抄不足 另外一個系統 又不成熟 應該說很多時候 系統是相互相成的 它並不是單一這個系統 這個系統 可能是最忠目 但不是因為只有這個系統 而令到這個系統 受歡迎的原因 它是要靠其他系統 去 輔助它 或者推過它 成為一個特點的東西 但 WX卡 它很成功 拿到其他卡的特點 還有說真的 如果你說玩家 最主要是玩一個系統 你玩到兩個系統 其實大家的系統 可能會亂 玩家未必會這樣做 通常都是 貼死一個系統 你說玩到三四個系統 我想很少人 嗯 很少人 哈哈 即是很難的 你玩開 你很難說 會再分心去玩多一個系統 除了 你 很厲害 否則會撈亂 很多時候 應該 會專於一個卡的 不敢有令 三隻 那你沒理由開三個坑 是開三個坑 不過有一個掘得很深 不記得那些就是這樣掘兩下 什麼是一個掘 對 其實我們說一說 比賽方面 WX卡 即是香港 其實比賽 應該近年最多是 WX卡的比賽 香港都會 好像我們錄音 當日 今天都有 基本上每個月都有 不是每個月 不是每個禮拜 前陣子 真的流行的時間 是每個禮拜都有 但是這些是官式的比賽 還是店舖搞 是有跟官方報告 是這個店舖賽 接著就拿到官方的所謂的 店舖 你有參加你就會拿到 店舖會自己設些獎項 你贏了就有 我想問這些獎項大概是什麼 通常 要不就送一盒Booster 或者送一些Card Game的周邊 例如Card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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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如此類 Card Game Card Game 或者有時連鑑 連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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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鑑最頹 連鑑最頹 最頹 但比賽方面 其實是 這些就是 小型賽 小型賽 大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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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WGP 就是 計算有 因為WGP 開始多玩家 其實一個賽道就不夠 他就做了一個季度賽 每個季度就一次 然後每一年 每一個 日本那邊會有大型比賽 叫做WGP 都是要過日本打的 對 好像第一集 那樣 就是要過日本打的 香港呢 就只派了一個代表 所以香港內部會自己做個比賽 對上一次 剛剛過完 11月 就是 在九龍灣展 中心 那裡 就比賽了 嗯 我想問呢 香港是否沒有搞那些 例如 Grand Prix 那些 例如每個賽站 贏了一個有多少分 沒有這些草分 沒有 因為 因為日本 官方其實沒有干預香港這個市場 我們全部都是自己搞的 就算是比賽 都是雙袍自己 哦 你戴劇 你好像說 比賽香港過去那個 其實 是以種子身分定環 因為其實 你好像一些 賽制 就是一些其他卡遊戲的賽制 你在地區 地區代表 在地區代表 贏了的話 去到那邊的話 真的不需要打 可能日本那邊 就是變回 關東代表 四國代表 這樣打 然後就自己分 就是 做些氣場給自己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 如果真的 香港 都會是 他 周期是多久 一屆 大營是一年 大營是一年 貴度好像 一年兩次 差不多 畢竟 WX 沒有代理 就算是有代理 那個 都不是大公司 做不到 什麼 就是 大希望 計分制 在計劃中 這個 我想 我想要 因為 始終 你說 WX始終 是 2009年 開始了多久 現在都開始了兩年左右 兩三年 三年左右 兩三年左右 不過我覺得這些 如果有 人氣 有玩家數 基本上 後面 很大機會 進行 我覺得 WX 其實 他有自己要面對的問題 始終 就是 固然 每個系列 是他的特色 但其實 會令到卡的連貫性不高 他很難 他每次都要花一些時間 去做一些 所謂的主題 其實 在 長遠來說 我覺得 未必去到這麼健康 其實這件事 始終 有極限的 這件事 最後到最後 其實很多 玩卡者 真是單純 為了愛 但他有多少愛 我給你有十個愛 都會抬盡 現在看情況 我自己觀察 就像是 那些人喜歡 那個作品 多於喜歡 WX 本身 是的 這是很危險的一件事 當這套作品 沒有作品 減退了 那麼 WX 對你來說 WX是什麼 的確 其實 有 少了 喜歡這個系統的人 是有 我自己也喜歡的 其實 就是 你拼盡的話 你可以說為愛 其實 有時候你可以說 迷了某些打法 有張卡特別強 想用 純粹說想用它 那 其實都沒有衝突 不過 官方就奇怪些 我覺得他不會鼓吹這件事 他只鼓吹純系列 都盡是鼓吹 因為大賽都是比賽是純系列的 雖然都有 雲系列 因為這個其實會令到 卡片 就是卡與卡之間的連貫性 是脆弱了 整個關係 譬如說 我已經固定有一套卡組 如果 譬如說 你之後沒有出任何動畫 不知道會不會有 更新 那些 那些卡組會很故步自封 譬如說 他出新設 我對那些新設 沒有愛 我直接不用 一張都不用買 這樣 這方面 其實我自己都會 幾擔心 就是說 Ws 始終是 他不可以在卡組方面 再去推出一個變化 或者其實我覺得 他可以考慮一件事 始終是 ACC作品裏面 最強最大的絕記 cost over 這件事 是無敵的 這件事其實是真的 只要他可以在卡片的互動關係上 或者在能力上 可以做到一個互動的話 其實他這方面 他可以有很大的距離 那這個 可能他要向這個機箭取 然後 那有機會 真的有機會 因為始終他現在流向裏面 我見他出很多新系列裏面 他的效果是單系列上 對 他一定要是歌手 歌手才會有這個效果 但是 那麼多套作品 有誰是歌手呢 Marcos 不是 這個已經是泛用了 最經典應該是 Angel Beat 出死 應該只有 未來不會有作品再講死 Morba自己有幾張是死的 只有幾張 其實cost over 性 真的不高 我覺得他要留意這一點 因為這一點 其實是很大的賣點 對他來說是很大的利器 其他作品 其他的卡片 是做不到這個 因為他們的cost over 所謂的夢之共演 對 又或者之前說 或者所謂的 我記得 有些所謂叫做聖誘的 我聽聞到 的確是有聖誘的 有聖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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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這些ACG元素 它是可以導入 但到現時為止 我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 我可以覺得它是Block了這些元素 可能它是說 現在有機會是還贊到 我不用這些殺著絕 不擔保之後 我覺得 當人氣下降的時候 就推出這些殺人 有機會 我覺得 其實聽起來都很危險 我覺得 其實是很危險的 因為它始終 它不是靠 本身靠它自己的卡遊戲 聯繫網 去聯繫 它是靠ACG作品 有利有弊 我只可以說 我覺得它不會說 怎麼可以 但它永遠都不會有個明顯增長 例如說 我舉例 現在有 不知道 現在一百萬 之後 可能過了五年後 都還有一百萬 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那些 走了五十萬人 走回身的五十萬人 但人家那些卡遊戲 可能就是 因為他真的喜歡這隻卡遊戲 就不斷可以慢慢上上上上上 就是兩夜了 的確是 這個就要看它日後變化 姑娘 我們都只可以說 現在是觀望 究竟這套卡 當然 它卡的卡價的話 其實我覺得都 以現價 偏低 偏低 就是因為門價不低 我只要買一套 所以你說 我都幾推介 就是如果聽眾 真的想試玩卡遊戲 去享受卡遊戲的話 我覺得 WS是一個選擇 比起遊戲王 或者是 Magic 我覺得 這個會對 人的打擊性 是沒有那麼大的 這個是一個淺一點的洞 我想問 因為大家都知道 香港人的時間價是很貴的 我想問 玩一波 WS是會快 或者慢過Magic 或者遊戲王 它的進度應該會快 過遊戲王 以及 Gundam 不是 因為遊戲 差不多 所以大家聽跳 沒話說 我覺得差不多 差不多 其實卡遊戲王 都是差不多 你只要看雙方對手的實力 差距 以及他們的卡組 而定過 遊戲差距 和人打 還有需要排檔 整體我覺得 WX反而比日王還要長一點 是 是長一點的 例如說 打傷都中climax 他程序很多 卡來卡去 官方比賽 限制你是20分鐘 20分鐘 20分鐘一鋪 最多一分鐘 如果20分鐘夠時間 就看最後誰 打得更多 曾經是有計過 自己少掌 但又給不到掌 人的話 可以扔球中 做好耐效果 之後扔到完場 據說是有這個打法的 即是踢球 是走在國球旗 走在國球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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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球旗 沒錯 WX就去到這裡 看看日後 看看什麼新的作品 都會加入 這個都會是 他的主要市場 暫時的 去到這裡 今天時間到這麼多 我們下個星期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